大家好,欢迎来到表书砍世界 今天是5月28号礼拜五 现在我是在家里的地下室里 给大家做这个节目 现在的当地时间是6点50分 美国中部时间 那么今天在这个节目里 我想跟大家聊一下 美国B圈里的两件事 我觉得一个是好消息 一个是坏消息 给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您是第一次观看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表书砍世界 如果是老朋友回来看我的节目的话 欢迎你点赞 那么我觉得在最近几天 加密货币一直在大跌的情形下 我还是分享一个好消息 首先分享这个好消息 是关于苹果公司 大家都知道苹果啊 这个品牌在全世界都是最牛逼的 对吧 无论是在美国中国 还是甚至是很多第三世界的小国 只要一提到苹果 大家都会非常喜欢它的手机 和这个电脑 那么今天就有这么一个传闻啊 虽然苹果公司并没有去确认这个记者的这个讯问啊 因为有记者去打电话或者发电子信直接去苹果啊 想去确认一下 但是苹果并没有回答啊 那么这是什么一个什么消息呢 就是说苹果呢 他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接受加密货币啊 大家都知道 那么在全球各地的这个苹果这个用户是非常多的 如果苹果公司要是接受加密货币 不管是哪一个币啊 不管是这个比特币也好 或莱特币也好 或者是以太坊币也好 或者是甚至狗币啊 只要他接受加密货币 那你想想 他对这个加密货币世界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那么这个影响一定是很正面的啊 那么究竟是什么传闻呢 给大家卖官 其实这个传闻就是实际上是苹果公司最近几天刊登了一则招聘广告啊 招人的啊 要招什么人呢 苹果公司要招聘一个负责人啊 这个负责人呢 主要是负责与苹果有可能进行合作的叫做替代支付合作方的这么一个负责人 也就是说这位老兄呢 无论他是男的还是女的了啊 只要他拿到这个工作机会 他的主要任务就是跟美国或者是其他国家的一些所谓替代支付合作伙伴 进行谈判啊进行这个业务往来的啊这个啊这个洽谈工作啊 主要是所谓的 negotiator啊 主要是来洽谈业务的啊这么一位负责人 那么什么是替代支付啊 那么大家马上就啊 特别是币圈人 马上就联想到了这个加密货币啊 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苹果手机上其中有一个功能 有点啊 他叫apple pay啊 实际上是连接着你的信用卡的啊 只要你扫描啊 无论是在商家或者在什么地方 你扫描这个这个二维码之类的东西啊 你就可以用苹果手机来支付这很像中国的什么支付宝啊 还有微信一类的东西啊 但是其实在美国使用苹果这个apple pay的人并不是特别的多啊 因为在美国实际上老百姓还是习惯使用支票啊 使用支票和信用卡 你要是到超级市场买东西 你看那些很多人就是写支票啊 特别是那些那些大妈们啊 美国那些大妈奶奶们都是习惯用用这个这个啊 写支票 所以你要是排队 你一定要看清楚啊 千万别排在这些人后面啊 因为他们是一边聊天一边写支票 让你这个干着急啊 所以我每次去超市的时候 我都尽量躲开那些啊 美国大妈美国奶奶们啊 因为他们在那个钱包在那个包里啊 掏来掏去的掏出那个支票本来 然后再写支票啊 你想想 所以呢这个苹果呢 他们啊就是希望找到这么啊 找到这么一个合适的人选啊 这个合适的人选呢 一定要有这个数码钱包的经验啊 他就说了 这个要有这个digital wallet 还有fast payments 还有critical currency啊 就是说你必须要有 这个数码钱包 快速支付 还有这个加密货币 还有叫做BNPL 就是buy now pay later 就是现在买啊 今后再支付 这方面的经验啊 要求你有实际的工作经验 那么在过去呢 其实这个苹果的总裁啊 CEO啊 Tim Cook 他曾经在公共场合讨论过啊 苹果今后的未来 他实际上呢 啊 他已经透露过这个风声在过去啊 虽然他没有谈到加密货币 就说在今后支付啊 应该是数码支付啊 在未来啊 这个支付方式应该是数码支付了啊 那么这一则 这个招聘广告呢 它是刊登在礼拜二 实际上啊 这个礼拜的礼拜二 那么很多人就就开始猜疑了 OK 那么苹果需要招募这么样的一位负责人啊 那么有了这个负责人以后 他就必须要有相关的团队啊 那么相关的团队 来协调这些工作啊 为未来的这个Apple Pay啊 这个提供一种新的 替代的这个支付模式 而不是仅仅依靠于 就是说把这个信卡直接绑在Apple Pay上啊 那么他恐怕还是要考虑到 在他的这个客户群里 有大批的人很有可能持有加密货币 因此呢 当你使用这个 苹果手机的话 如果能够支付加密货币的话啊 你对这个 苹果用户的这个沾合力就更强了 所以呢 在这个美国这个币圈啊 里面看到了这个消息以后 立马就联想到了加密货币 当然也有这些媒体机构呢 去试图联系苹果公司 但是呢 苹果公司并没有正面的回应 那么不管怎么样啊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一旦像苹果这一类的大公司 要是真正的能够接受 这个加密货币的话啊 这对加密货币的地位和名 这个声望啊 会有大大的这个巩固和提高啊 应该是一个非常正面的这么一个事情啊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一个啊 我要分享的一个好消息啊 那么下面呢 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个 你说的好消息吧 应该也算是啊 对于政府来讲是好消息 对于普通的这个老百姓恐怕也是好消息 你要是说坏消息吧 在某种程度上 对这些涉案人员应该是个坏消息啊 是怎么回事呢 是这个 美国证监会 美国证监会 今天啊 起诉了 美国的五位 参与 这个ICO 就是发币 还有就是拉投资人的 这些 五位老兄 对他们进行了起诉啊 这实际上不是一个新的案子啊 这是在发生在2017年的2018年 当时呢 是怎么回事呢 当时在2017年的时候 美国有一个 这个交易所啊 就是加密货币交易所 叫做BitConnect 那么这个是当时新成立的 2017年 成立的 实际上他2016年就在酝酿啊 但真正开展这个 拉投资人的业务是2017年的1月 那么 参与这个拉投资人 还有这个ICO的人 总共有五位啊 这五位 他们在2017年的1月 到2018年的1月 这一年 整整这一年期间啊 就是利用这个所谓的BitConnect交易所 这个投资机会啊 向投资人兜售啊 兜售这个所谓的赚大钱的机会啊 就是说你要是投资这个这个一千块啊 你到年底一年就能挣三万六 所以当时有很多人参与 那么他们啊 非法啊集资达到了20亿美金 20亿美金啊 在短短的一年里 那么啊 这个美国证监会的这个纽约的啊 这个区域办公室啊 正式的对他们提起了诉讼啊 那么名目是什么呢 名目是这帮人 他从来就没有 任何经营证券的这个中介执照啊 在美国 你要想做这个所谓的Broker Dealer啊 就是经营这个证券的这个中介的话 你是需要有执照的啊 是需要考试的啊 这个这个如果你没有这个考试过 也没有拿到这个正经的执照 然后就到处向投资人去兜售这个机会的话 你就违反了美国的证券法啊 所以你看看多少年过去了 2018年到现在已经三四年了 是吧 那么也就是说啊 已经是折腾好几年 实际上呢 在2018年这个交易所就已经垮掉了啊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在德克萨斯州和北卡州的法院 已经啊下令要他们要要求这个 所谓的Bit Connect啊 这个交易所立刻停止营业啊 在当时2018年两个法院就发出了这个命令了啊 发出传票要求他们停业 所以当时就停业了 停业了之后呢啊 那么这个美国证监会就开始进行调查啊 调查就发现其中有五位的所谓的宗介啊 这帮人当然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没有任何的这个经营证券的执照的啊 他们就是利用社交媒体 利用油管啊 然后呢 用这种传统的和这种啊 新媒体的方式大批量的招募投资人 所以你看在一年里招募20亿美金还是非常的厉害啊 那么这几位老兄呢 他们个人也发了不少的财啊 因为他们有所谓的佣金 然后还有所谓的业绩啊 根据业绩在有额外的奖金 那么这五个人当中最少的人啊 最少的呢 他挣到了差不多50万美金啊 那么最多的呢啊 那位老兄呢 他挣了100多万美金啊 所以这五个人已经被起诉啊 那么现在呢 还算是这个民事诉讼啊 并没有对他们进行这个刑事诉讼啊 所以那么下一步究竟会怎么样啊 那我们还不是特别的清楚啊 那么很有可能 比如说罚款啊之类的啊 或者是怎么样啊 那么目前啊 目前还不是非常的明了 好 那么今天呢 我就跟大家啊 透露这两个最新的消息啊 如果你是第一次观看的节目呢 欢迎订阅表示看世界啊 那么咱们下一次再见 谢谢 那么 谢谢 感谢观看